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听障奥运拿下男子团体银牌的杨荣宗 王以祥 鲁世杰以及郭月东等四人来捍卫主场 女子队则是由中生代选手陈千飞以及张怡君联手出击 而青年桌球锦标赛则是由林哲乙 庄成叶以及尹恩熙三位男女青年选手来参赛 赛事免门票入场 欢迎到场为选手们来加油打气 继续来关心台东昨天发生了随机砍人事件 一名男子突然拿着美工刀对路人动手 造成受害女子的身上有多处刀伤 所幸有热心民众马上上前压制嫌犯 并将女子送移 星期天中午 这名蒋系女子拉着行李箱 走在台东市中心路 没有注意到后方尾随了一名男子 过马路之后 张系男子突然拿大型美工刀 对着他连砍五六刀 蒋系女子受伤倒地 挣脱后奔往巷弄深处 大喊救命 案发过程正好被开车路过的父子三人看见 父亲联盟按喇叭示警 父子三人下车 究竟拿着汤勺 电扇和受害者的行李箱救人 另外有一名路人持铁棍协助 四人合力压制嫌犯 建议勇为的许先生说 原本没有打算让儿子下车 不过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下车压制嫌犯 被害女子可能会伤得更重 警方赶到现场逮捕张系男子 发现他背包里还有一支美工刀 他坦诚并不认识受害者 也没有办法清楚交代犯罪动机 家人说他精神状况不稳定 不过并没有就医记录 张信犯贤尾随被害人 以美工刀攻击被害人警部 张贤当场遭民众压制 现场起出作案用美工刀一把 背包内起出第二把美工刀 被害人目前伤势稳定 无生命危险 张信女子获救后心有余悸 表示不认识嫌犯 只记得两人在对街的便利商店 有对上一眼 没有办法理解为何对方会出手攻击 记者张明哲 沙燕其中健刚综合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一带 八日深夜路面发生了摊陷的状况 仍在抢修当中 提醒民众 南京西路的西宁北路到环河北路之间 车道封闭当中 请庸路人要绕道 星期一清晨 台北市公务局持续抢修 八日深夜在大同区南京西路 和贵德街口出现的道路塌陷 由于发现新的漏水点 因此今天上班日 将封闭西宁北路到环河北路之间的 南京西路双向车道 原先在周日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原先周日晚间八点半 已经开放单向通车 为了新的漏水点 让路面持续塌陷 市府呼吁用路人改走民生西路 长安西路作为替代道路 现在先尽快抢修 不过民众表示 几个月前同一个地点 就曾经出现裂缝 北市府获报后 立即设立前进指挥所 积聚进场开挖回田 初步判断塌陷处距离淡水 合大约一百多公尺 疑似太靠近堤防 深度七米多的污水管线胜漏 今年累月带走地基沙土 并非和天气热有关 比较可能的原因应该是比较深层 大概七米八的位置 有一只七十公分的污水管 针对临防的安全部分 初步来看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会用拓地雷达去看一下 底下还有没有其一的地方 有滔工的部分 今天能否顺利恢复双向通车 公务局目前仍在努力中 坦言还是未知数 三官单位现场待命 进行冠将改良地址稳定地层 并且确保周遭建筑物不受影响 希望尽速恢复路面 记者朱凤竹齐昌黄沛寒 谢其文 综合报道 停让行人的交通心智 六月底上路 但是前天晚间 在高雄岗山却发生 有汽车离让闯红灯过马路的行人 却被后方机车追撞 而行人却像没事一样离开 警方表示虽然行人不构成赵棠 但是会确认行人身份 厘清赵氏责任 尽管行人闯红灯过马路 汽车还是停下来等他 没想到下一秒汽车 就被后方机车追撞 机车还撞得往前飞去 行人却像没事一样离开 事发在八号晚上的高雄岗山区 行人虽不构成赵棠 但警方将调阅监视器 查访行人身份 厘清赵责 汽车离让违规行人 却出了车祸 也引发网友热议 汽车不让行人 自六月三十号后 最高可处六千元罚还 高雄到六号为止 已取缔一百七十件 不让行人 实际来到路口 七七车多会里让行人 但过程中也看到转弯车 为了等待行人 卡在路口遭执行车按喇叭 机车其实表示 遇到行人 无论对方是否违规都会让 警方表示 行人没依循行人 穿越道等穿越马路 可一道交条 立储五百元罚款 若行人故意来回穿梭 或滞留搬马线 汽车车却被检举为里让 警方会参考客观事实 若认定汽车违规属不得已 会劝导不举发 记者陈坏 陈贤坤 高雄报道 大热天骑机车真的很痛苦 高雄市交通局就打算 将几个次要路段 在非尖峰时刻 要把红灯的秒数给变短 以减少等候时间 没有树荫或遮蔽的路口 让机车骑士等红灯时 晒到满头大汗 高雄为阴影库署 交通局决定将左营大路等次要路段 非尖峰时刻的号制 从一百五十秒 挑降到一百二十秒 缩短周期 主要会是在七到九月这一段 夏季天气 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来实施 那我们选择路段 会是以社区 学校 周边这些吃药道路为主 时间控制好的话 时间才不会那么长 为防晒机车骑士将领子立起来 听到红灯能变短都很开心 但行人就有些担忧 怕遇到较大的路口 老人或孩子会来不及过马路 受西南风影响 全台周日持续高温炎热 气象局白天对花冬等舌县市 发布高温警示 截至下午四点半 全台最高温三十八点三度 出现在中午的花莲狱里 台北设置则在下午气温飙升到三十七点九度 三到五名也是花冬地区 气温都在三十七度以上 明天开始太平洋高的势力会开始减弱 所以明天的话高温的状况相较 今天会稍微下降一点 不过在大台北还有甚至在花莲 苗栗还有中南部 近山区这边可能还是会有局部 三十六度的高温 据国民健康署统计 今年七月第一周热伤害 就整以达两百人次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气象局也提醒民众注意防晒 及多补充水分 避免热伤害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清晨六点十一分 花莲地区发生了规模五点二的 显著有感地震 最大震度是花莲县四级 而昨天台东县兰雨及其周边海域 昨天从凌晨到下午四点多 已经发生了十一起的地震 而其中最大一起规模达到了五点三 对此气象局表示 未来一周内不排除有规模四以上的雨震 地牛翻身晃个不停 就在九号凌晨三点四十七分 台东县兰雨发生 瑞士规模五点三地震 根据气象局的监测 除了台东的兰雨 有四级 屏东满洲两级 彰化影的地区也都有一级的震度感受 气象局表示目前判断应该是规模五点三的地震为主震 地震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此地区板块引没 造成浅层破碎带能量释放 因此地震的深度都在十多公里 而三点四十七分后 接着在五点上午九点多到下午四点多 台湾东南部海域连同五点三的主震 已经发生十一起地震 欧亚大陆板块引没到 北厘宾海板块那个底下 然后形成了一个霍山的那个导湖 那这边地震也是偶尔都会有 只是没有像寒山麦那么频繁 我的印象里面好像从两千年到现在 大概二十几年那个平均每一年 大概也都会有二到三个规模五以上的 这个地震 那四当然就更多了 郭凯文表示虽然过去这个地区 发生瑞士规模五的地震频率并不高 但目前预估未来一周内 还是可能会有规模四以上的余震发生 之后就会缓和下来 民众还是要多加留意 记者维装志诚特别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结束了四天的访中行 昨天中午离开北京前召开了记者会 谈言美中之间的分歧 难以在一夕之间解决 不过相信此行让两国建立起 直接沟通的管道 完成四天访中行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反美前召开总结记者会 没有宣布任何具体突破 他坦言美中之间的挑战 难以透过一次访问一夕解决 不过叶伦认为此行建立起 直接的沟通管道 有助于稳定美中两国关系 义伦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 但也严正关切中国将实施出口管制夹折等半导体材料的反制西方经济作为 叶伦此心先后会晤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前副总理刘鹤 财政部长与人民银行行长等人 也见到习近平的核心人马 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 虽然叶伦向何立峰握手又鞠躬引发争议 但不难看出中方接待叶伦相当高规格 专阿认为北京当局希望借由两国气氛缓和来带动改善国内的经济窘境 但美国多次寻求重启的军事沟通管道 中国依然不松动 采取选择性 在往策略 借北宣朋友综合报道 总统大选攻防 聚焦外议间争议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就质疑 夜店杀警案 被告判刑九年 却能够在外议间服刑 完全无法接受 而侯友宜也批评 政府是把人民当塑胶 对此民进党赖清德表示 希望法务部缴证署对外说明清楚 众罪犯应该实实在在服完徒刑 不能走旁门走道 从口认错 不管是当年参选土城立委的林金杰 或是当时拼总统的韩国瑜 四年前自己都帮忙不够 针对知名女性 易淑宽之子叶宝红 二零一四年卷入夜店杀警案 遭判刑九年 但近期招报改掉外议间服刑 引发舆论炸锅 后来痛批政府把人民当塑胶 黄海创办人郭台铭九日晚间 也在联署发文 点名法务部长蔡清祥到底做了什么 强调七月十六日将上街头抗议 表达愤怒 赖清德则表示 该修法就修法 让重罪犯服完徒刑 法务部表示在新法完成修正前 目前已经从严调整外议间领选标准 据外传国民党促成侯科配 要柯文哲五条件投降再谈合作 柯文哲竞选总干事黄珊珊 无法认同 前六黄国昌馆长陈之汉发起七六公平正义就台湾游行 柯文哲也会参加 但外界抨击三人有房产 没资格谈居住正义 黄珊珊表示居住正义是普世价值 执政党更应好好处理 记者组合报道 二零二三年的总统教育奖 上周五由总统蔡英文来亲自颁奖 而今年在大专到国中高中小学 一共有五十六名学生获奖 每一位都有深刻而精彩的生命故事 从总统蔡英文手中接过讲座 就读国立体育大学的方正宇 虽然左手肌肉萎缩 但他秉持对宇宙的热爱 成为了台湾第一位战上 帕院散场的宇宙选手 这样的奋斗精神 获得二零二三年总统教育奖表扬 算是我求学过程中一个 给我很大的自信跟鼓励这样子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遇到挫折或遇到困难的话 比较能自己会比较积极的去 解决它 把目标放在下一阵帕院 希望可以拿到奖牌 方正宇把目标设定在二零二四 巴黎帕院 要持续为台湾为自己争光 而同样获得总统教育奖的顾文凯 是建中的高二升高三升 因为林涵罕病 双手只有右手小指可以施力 施力又退化到必须用 阔式机辅助 但他不只成绩优异 还可以玩滑满 更为偏僧学童上英语课 生活多采多姿 我目前的目标是想考台大法律系 我希望在更未来 我可以持续推广 身上滑板之项运动 因为有时候困难没办法解决 但是的专注在自己 还有的能力 跟还有的事情上面 那努力去做 各位的坚持和努力 创造出克服难关的强大力量 这也是整个台湾社会 都必须共同学习的精神和方向 在2001年设立的总统教育奖 至今来到第23件 这些学生可能经历过多种人生困境 又或者是努力克服了生理障碍 在亲友和市长的鼓励 还有自己的坚持之下 为生命创造出更精彩的篇章 记者曹燕俊秋富财 台北报导 美式卖场好事多 4月份才被查出贩售毒莓果 而现在又被发现 如若有致癌物质 已经售出了七百多公斤 紧急通知退货 而另外还有哪些重点新闻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导 高雄市卫生局上个月前往美式卖场好事多 稽查这款由自摩佐罗拉甘落 因为这款产品被验出含有致癌物 还养乙丸 进一步追查发现 另一批九百多公斤重的同样产品 也有还养乙丸 但已经有七百多公斤的甘落流入市面 业者回应如果民众在今年五月二十四号到七月一号 曾购买油渍甘落都能退货 毒物专家表示 还养乙丸主要用在消毒和灭菌 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中属于一级致癌物 长期接触可能增加血癌等风险 国内房价动辄数百万到上千万 民众房贷一角至少就是二十年 根据最新统计六十岁以上中高龄房贷族 平均背负房贷高达八百三十八万元 相较二十到三十岁青年的七百三十六万多元 高出一成三 专家分析是因为高龄房贷族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银行核贷意愿和陈数较低 才会出现越老背越重房贷的情况 近年来有多所高中职 改立为国立大专的附属学校 像是阳明交大五月底的校务会议中 报告新竹女中要成为附属高中的规划 而竹女在六月底的校务会议提案讨论 通过同意办理后续的改立程序 阳明交大指出如果一切顺利 最快在后年一百一十四年合并 记者综合报导 国际消息来看 北印度连日暴雨 造成了河水泛滥还有土石流 已经夺走十九条的人命 包含首都德里在内 有多多城市都宣布停客 首都德里过去两天饱受水患冲击 过去二十四小时降下雨量一百五十三毫米 创下自一九八二年七月以来 单日雨量最高记录 杨木纳河水持续上升 九号晚间记录到老铁路桥水位已达两百零三点六 二公尺 毕竟警戒水位的两百零四点五公尺 当局发布洪灾警戒 德里 诺伊达 古鲁格拉姆所有学校十号停客 德里一名五十八岁富人因天花板掉落被压死 拉吉斯坦邦亦有类似情况造成包括孩童在内的死亡事件 查摩尔与克什米尔又前往救灾的国军被水冲走 一辆公车被土石流冲刷夺走人命 印度气象局针对拉吉斯坦超过九个地区发布豪雨特报 西马基尔邦因爆发土石流及洪灾 比斯河水位已超过警戒 国道高速公路有部分被冲毁 针对七个地区发布红色警戒 旁着普邦德拉巴西的克尔格河泛滥附近地区被淹没 印度气象局表示 未来几天大雨还会持续 目前北印度多座城镇道路 住宅寺庙等许多建筑均被淹没 土地塌陷水深及稀 而在面对创纪录降雨 市政系统几乎瘫痪 公事新闻黄运龄编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公事首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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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